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云桥 我是雨翔 雨翔,你知道最近在台中市和平区 横流西旁边的山区 有发现一只公的台湾黑熊遗体吗? 你是说大雪山及古关地区黑熊族群监测计划的那只台湾黑熊吗? 对,就是那只左前肢被人为陷阱 套索套柱 无法移动饮食 因为脱水导致上命的成年大公熊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被发现没有生命迹象的吗? 监测团队在前一天接到系统发送死亡讯号 隔天清晨团队派工作人员去讯号的最后位置寻找 没想到在横流西旁边的山区 找到时黑熊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而且那个套索是固定式陷阱 所以黑熊被困住后就无法移动去觅食或是喝水 那我们就借由这者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台湾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台湾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The Formosan Black Bear is one of the famous Taiwanese image 台湾黑熊是著名的台湾意象之一 第二个单字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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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些妇女来说 婚姻就是一种陷阱 For some woman, marriage is a chap 第三个单字 密食 forage 密食 forage The pigs forage in the woods for acorns 那些猪在树林找橡果吃 The pigs forage in the woods for acorns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台湾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陷阱 Trek 密食 forage 那大家都学会今天的单字了吗 那下次我们在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收听